對,搖滾是博律社要我們做的問題,就是Alexandre 可是就不知道,如果單單搖滾的話就可能比較單調 所以就結合了中國風和搖滾 所以你們嘗試這樣的一個音樂類型之後 覺得自己表現怎麼樣? 我覺得表現呢,因為是對我來說 我是第一次嘗試... 江信,對 對,我是江信 然後第一次嘗試Rock,也是第一次嘗試Rap 所以對我來說,可能還可以再進步 嗯,所以之前都是會先去聽一些關於Rock的歌 搖滾的歌曲 對,對 那現在俊宏呢?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唱Rap 可是對於唱Rock,就不是第一次了 對,然後我們兩個都有同一個問題 就是面對第一次唱Rap的那個困難 所以就是說製作人太...就是把你們看得太好了? 嗯,其實也不是啦 就算是說他們對你的期望是比較高 所以你們是可以...是覺得你們是可以唱的這樣子 你們的先生是很適合唱類似搖滾的音樂類型 嗯,搖滾就是因為我們之前我們...就是還沒有組在一起 沒有默契的時候,其實我們兩個是兩把聲音 嗯,就是不可能可以混在一起 所以你們那個時候知道你們兩個要組成一隻男子組合的時候 嗯,你們的想法是? 嗯,你們的想法是? 我們非常的疑惑 我們就講... 蛤?怎麼勒? 我們就講... 香港...到底香港和台灣怎麼可以連串在一起? 對,就是... 我是相信我的...我的...我的唱腔就比較香港 然後君宏的唱腔就... 比較台灣 非常的台灣 嗯,所以我就想... 欸...台灣和香港...如果加... 穿...穿在一起的話會... 去交在一起的時候 會怎樣呢? 嗯,嗯... 所以就非常的疑惑 就是不知道到底音樂出來會是怎麼樣子的 嗯,嗯... 所以我們錄...我們錄滿江峰的時候 其實也不知道是這樣子的效果 嗯,嗯... 對,也是柏林斯這樣... 江峰...江峰...江峰... 之後出來就OK 嗯,嗯... 所以那是你們最大的挑戰 對,嗯... 然後... 兩個人混合在一起唱的時候 那個是最大的挑戰 所以那時候當知道你們兩個組成一隊的時候 你們心裡有沒有曾經想要過排氣對方? 呃,排氣到沒有了 到沒有 對,因為我們... 因為... 因為... 因為我們... 因為... 因為我們... 最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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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兩個都...都蠻... 欸,你沒有回... 遊魂欸 哈哈... 你就回來了 哈哈... 因為我們都蠻... 蠻搞笑的 其實我們不... 我們做每一件事情 不管是錄音啊 還是什麼都好 我們沒有... 不是很... 有認真啊 可是不是很... 很serious這樣子 可以說的 我覺得是我們都不是太... 在... 在性格方面不是太斤斤計較的人 所以我們在性格方面的衝突會減少 嗯... 有些什麼東西是你最難忍受的 就是對方 有些什麼事情... 其實之前... 之前有記者就問過我們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就在... 看著對方就... 無言以對 對... 因為... 其實其中一個就會繼續遊魂 對不對 哈哈... 然後一個就... 就有孤軍作戰 坐在那邊 呃... 我覺得我最... 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 他們也是遊魂 他都很愛錶高音 而我錶不上去 哈哈... 我就坐在旁邊看著他錶 其實然後... 然後我就每次跟他講 其實... 其實唱得高... 其實唱得高音並不是好聽 真的... 一個人... 那你為什麼要唱那麼高音? 哈哈... 因為... 因為它是我無理的武器 哈哈... 因為我沒有一個很好的聲音 然後... 也不是一個... 如果你沒有一把很好的聲音的話 其實你就不能... 不能讓你發片了 呃... 可能... 可能就... 呃... 哈哈... 哈哈... 你又有本了 哈哈... OK... 到你說我也將信了 那你覺得他這東西是你最難忍受的 你最不能夠忍受的 或者你最不習慣的 一開始... 嗯... 不會他太過隨興了 不是他跟你說 欸什麼東西要打... 不知道這樣... 之前... 之前我會比較難捉摸這個人 因為他... 他什麼都OK的 嗯... 什麼都雞皮笑臉 你什麼時候才是... 才是生氣 因為我... 我要跟他合作很長的時間 嗯... 然後我... 我根本不知道... 欸我這樣講他是生氣的 然後他都OK我 然後我就... 哈哈... 所以... 他要怎麼樣... 哈哈... 所以... 其實他從頭到尾覺得我是一個好人 哈哈... 結果你不是一個好人 對啊很快 哈哈... 結果誰才是好人 我們兩個都是好人 沒有啦兩個都是好人 兩位都是歷史年部門 哈哈... 我們都姓滿 哈哈... OK... 那... 因為有可能在國外的一些組合的話 他們就會... 嗯... 有可能就會住宿 同住在一起 嗯... 在公園下的機會 那你們呢? 我們... 就公司有沒有特別這樣的安排 讓你們培養你們自己的默契 只不過是... 如果沒有的話 他們只是... 會不會只是想要你們在音樂上的默契增長而已 欸... 基本上我們並沒有住在一起 我們並沒有住在一起 可是... 當然公司曾經要求說 為了... 就是... 為了... 你們的默契 可能會更好的話 就讓我們住在一起 嗯... 可是後來我覺得說 欸... 其實兩個人分開住 也有分開住的好 嗯... 就給大家一點私人空間 對... 所以如果每天默契在一起的話 當然默契上面會好 可是... 哈哈... 繼續 你怎麼說得那麼好笑嗎? 啊...沒有沒有 哈哈... 你說到哪裡就好 哈哈... 你剛剛說到哪裡 就知道你們兩個其實曾經同居過 沒有沒有 沒有啦... 就是我們那時候比賽的時候 對... 比賽的時候就一起住 然後過後就分開住 我覺得分開有分開的好嘛 嗯... 因為分開可能默契上面 就你們曾經有兩個在一起過 欸...哪一方面呢? 哈哈哈... 不要說我們喔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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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冒冷汗了 哈哈哈... 怎麼了這經驗主持人 哈哈哈... 哈哈哈... 好...那接下來就是 一個人... OK...現在沒有住在一起了 嗯... 那至於你們... 兩個不同的個體嘛 做音樂可能就有自己的不同的想法 嗯... 一個人說喔... 現在是由這個製作人 他本人說 你們一定要去唱這個rock的音樂類型 嗯... 那你們就沒有做任何的選擇了 嗯... 可是在自己下的時候 有可能都會去想一想自己本身想要做的那種 你們自己對的音樂的理念 那自己想要做的一種音樂的類型 嗯... 那有可能說其中一個想要做R&B 嗯... 另外想要做poproll 或者怎麼樣 嗯... 如果要說我們要的東西都一樣的話 就... 其實... 還沒有 因為... 我覺得每個人需求都不一樣 嗯... 可是... 當兩個人有共同點的話 嗯... 他有他那邊的 我有我這邊的 結合上來可能會更好 嗯... OK... 好...那這個東西先休息一下 至於剛剛我們的什麼東西 你已經猜到這成是什麼嗎 第一個提示就是 第四個字是一件武器 可以透過簡訊來告訴加一這答案是什麼 如果是很快答對的話呢 可以要求我們今天的這兩位